这个一边上去会不会发出去的 那就不要 三点了 但是内蒙都我不知道他们让不让我们播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玩一期不一样的 我妈和我阿姨过来 然后他们想逛天光虚 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扮演外地人 用外地人的口音去逛天光虚 看会不会被窄 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经历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妈妈 这个是我阿姨 你们今天去主要想买什么东西 看看有想买的就下手淘宝吗 就是反正什么都可以 只要喜欢对吧 阿姨呢 我是带着墓地来的 你是带着墓地的 对 要给我的朋友买一件小挂件 然后我自己也想去逃到 能够逃到手窜或者手镯 是最好的了 好 那我们出发 这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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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少钱 我买过那个小边角 就是从这个上面去的 你觉得有没有开高价 它开价开18万 我觉得10万左右可以盘一下 但是这种东西我们也不敢问呀 万一问他10万卖不卖 他说卖 怎么办呢 卖还是不买 这个也是翡翠吗 这是玉水 玉水 好绿 天空隙里面买东西千万不能够看色 你看他们打的那种灯 有些是那种卖猪肉的那种荧光灯 这种灯打的翡翠颜色和自然光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次接触翡翠源头最大的市场有什么感觉吗 虽然我们走的也是很快 有点像走马欢花 对对对 但是它没有让我留恋的那个理由 就是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对 没有那种一眼看上去有演员的 是是是 要能够逃到好的货也不容易 是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一般不帮别人找货 不热吧 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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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玉博城里面有什么货 说不一定能买到对的 这里 这里 这个 咦 这个好玩 这个多少钱 那个6500 6500 对 你是直播的吗 不是 不是直播的会怎么样 没有 我以为是直播的 直播的话人家不都要很高一点 然后自己的 嗯 然后再打个十价 就是这样子 先给你播 播完了之后货组抠了 拜拜 说一下刚刚那个它报内幕的东西 但是内蒙督我不知道他们让不让我们播 刚刚有碰到一个摆摊的货 他看我们在拿手机拍 他们以为我们是做走播的 然后他表现出一幅很讨厌走播的样子 因为他们走播这种售卖方式 他们很不喜欢 先给你播 播完了之后货组抠了 拜拜 找一个人过来 然后就说还要抠你的别 嗯 然后当时就是 就是说他帮粉丝策划嘛 嗯 说还要见长期 当时走播的时候这么说 然后就说 小巧没说啊 嫂子勾的 他给养钱 他勾的 那就是他会在那个没有事先通知你的情况下 直接过来播 总结一下今天 不管我是穿很好的衣服 或者是穿拖鞋 穿睡衣 穿小熊裤去买东西 他们的开价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看得到价格的话 你给他一口价去买就行了 然后后来还碰到说卖玉髓的 问他是不是翡翠 然后他也说这个是玉髓 天光虚他们这种售卖方式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了 他们会比较正规 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在里面 对谁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你自己能不能看得到这个价格 你愿不愿意花这个价格 去购买这一件心意的东西 我感觉这个才是我们买翡翠的真正的目的 就像我 我要喜欢一件东西 我都会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它 来买一个开心 来买一个快乐吧 其实东西也没有买到 那个价格我也不想去还 万一一还成交了怎么办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一期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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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